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黄 随着去年AMD发布搭载的Zen2架构的第三代锐容开始 老黄就会回想起十多年前的AMD 那是在2005年的时候AMD发布的速容64x2CPU 把牙膏厂发布的奔吞D CPU打得逼青年种十分狼狈 那现在AMD Rayon系列全新架构的出现和7nm制成的大门打开 又稳稳地对牙膏厂打出了一记漂亮的防御反击 不用再忍受适合8线程的i7换汤不换药 AMD也不负重望从线程撕裂者3990WX 再到高端旗舰3950X 性价比大杀器 还有从3700X游戏玩家专业需求兼顾到3500X性能购用 三代锐容终于将市场补足 推出了Rayon 3100与3300X 在低端市场家用方面支支牙膏厂时代扣类i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两款处理器的基本参数 Rayon 3 3100采用四核心发现成 18兆比三级缓存 基准频率3.6G最达加速频率3.9G 最高内存速度3200Hz TDP为65W Rayon 3 3300X同样采用四核心发现成 基准频率3.8G 最大加速频率4.3G 最高内存速度和TDP参数 于3100保持一致 全都是4C8T以及18兆比三级缓存 甚至连TDP都一模一样 让我不有的怀疑 难道这两款处理器类似于2700与2700X 只是频率不一样而已吗 但实际上这两款处理器的内部差距特别大 内部CCD设计上3300X只有一个单组四核发现成的CCX 四个核心共享完整的16兆比三级缓存 而3100的CCD则有两组二核心四线层的CCX组 每组CCX分配8兆比三级缓存 两组加起来就是16兆比三级缓存 为此我们可以得出3300X的内存延迟肯定要比3100低许多 毕竟不需要在两组CCX之间交换数据 对于游戏等需要低延迟的用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工艺制程是影响CPU的性能重要因素 两款7纳米Rain 3处理器依旧基于台积电生产工艺 将会比上一代12纳米提高两倍的晶体管密度 但功耗会减少一半 相同功耗的情况下性能还会提升25% 还带来两倍缓存大小 两倍的浮点运上能力 目前这两款CPU给它备的主板 包括X570芯片组以及X470B450等主板 但是X370B350是否支持目前不得而知 而比于50在不久之后将会首发 同样能人期待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测试 3100和3300X表现究竟如何 还能不能延续对龙三代的神话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游戏的实测 看看这两款CPU的实力到底如何 先等等 AMD表示非常自信 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叫来了英特尔的两位小弟 i3的9100F与i5的9400F 同样也让自家的3400G和3600一同加入进来 这样的测试是不是更有趣了呢 再看一下测试的平台 分别搭配的是两根8G的 自奇内程3600频率 512G的三星960 Pro 显卡是2080Ti 测试的环境是Win101909版本 首先来看第一款游戏 侠道列车5 1080P最高画质 关闭抗距尺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主频最低的9400F居然拿到第一 3300X与3600部分上下 9400F比3100高了7帧 3400G最后一位也是稳稳的 第二款游戏 CXGO 1080P最高画质 3600高距第1 3300X紧随其后 那么9400F呢 在这个游戏里被打得有点抬不起头了 但是3300X小弟3100呢 依然没能超过9100F 第三款游戏 荒野大标克 1080P默论画质 9400F再次发力拿下第一 9100F竟然拿下第二 这让我有点差异了 3300X第三 3600与3100排名45 第四款游戏 古墓林暗影 1080P最高画质 3600再次拿下第一 3300X与9400F只有一帧的差距 3100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依然落后于9100F 四款游戏测试下来 表现最稳定的是3400G 始终没有突破第六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看售价 3100应该在600元左右 它对标的应该是售价在500元左右的9100F 但是大家都看到游戏中的表现 3100是不经能如意的 只能说一般般 反观售价在800元左右的3300X 它的游戏表现于售价在千元左右的9400F几乎持平 而且对它的大哥3600也是紧随其后互不相了 最后老黄认为 AMD这次发布的Ryzen 3 3300X与3100 这两款面向入门及家庭用户处理器 性能也是可以绝对过用 在游戏中的表现也是差距不大 这样的表现是符合预期的 这两款CPU对于新手小白 预算又不是很多的朋友来说是绝渣的选择 因为它实在太香了 最后老黄还是要说AMD YES 本期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关注老黄 拜拜 谢谢观看